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药半根 雪梨一个 枸杞少许 我们先来把老水鸭擦一下水 冷水下锅 把老鸭擦一下水 加上点料酒 姜片 擦好后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杂质冲洗干净 洗好直接放入砂锅 把准备好的材料清洗一下 口底另外放一边备用 其他药材一起加入砂锅 切几块姜片 一起加入锅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口盖 调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中小火煲一个小时 撒开后 山药去皮 山药洗好切滚刀块 把雪梨切块 心不要 我们的汤煲了有一个小时了 把雪梨和山药加进去 盖上锅盖继续煲了半个小时 时间到 好香啊 鸭肉跟雪梨煲的汤 特别亮 把枸杞加上 把它搅拌一下 加入适量的盐 再把它烧开就可以了 好了可以了 关火开喝 这道雪梨老鸭汤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清甜之韵 营养又好喝 今天我来喝鸭鸭汤了 还要吃鸭汤 好好喝 我都可以吃鸭汤 好好喝鸭汤 我们要不要喝鸭汤 还要喝鸭汤 你很热鸭汤 我常常在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好香 好香 我都不知道说好酸啊